Simon here,我,这是你们最骚的西装博主Simon 这期视频呢,我就准备和大家聊一聊 推出之前,万众期待 推出之后呢,却是无人问津 高开低走的优衣库一级联名系列 废话不多说,我们就来看这个第一件 空军夹克 这件呢,看下来是我觉得吹照片的一件 首先,我们就来看一下加拿大网友的一些差评 也就是非满凡的评价 第一个呢,是说尺码太奇怪了 这位大兄弟呢,胸围比较大 穿这件的时候呢,会显得很圆和很膨胀 第二个呢,是个妹子 他和第一个评论的哥们呢,有相同的问题 那么,这件衣服到底有多OS呢? 本肥宅一般满游裔裤呢,是M的 上身的是S S穿着呢,也是比较宽松的 所以说呢,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虽然说,我撑得起来 但是呢,我也有王伦平佑的那个问题 就是显得圆 那么,这件衣服可以买一个正常嘛 当OS穿吗? 可以是可以,但效果并不是非常的理想 这件衣服最大的问题呢 就是版型和面料不是非常的匹配 道理懂得都懂 牛浴裤面料再加上一节的设计 话题度呢,确实拉满 但是,这个面料的问题呢 在太软的同时呢 它又太厚了 实际,体现出来的一个效果呢 就是,优衣裤订了一片面料 剩了很多 他呢,希望一级帮他卖一下 如果说你比较细狗的话 你不叠穿的情况下呢 由于会太软 这件衣服呢,会整件垮掉 官网小姐的模特呢 就穿着一点垮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官网的小姐的呢 身高是1米75 1米75穿着都是这么个效果 你们可想而知 如果说你们再穿帽衫再穿它的话 由于呢,它显得太厚 整个衣服呢 就会显得过于臃肿 同样是一个比较柔软的面料 这件,Helmet Lan呢 它的版型处理上呢 就会比这件来得好上不少 而同样呢,是为了叠穿 这件Diesel,也就是茶油呢 它就比较薄 穿前呢,效果会好很多 不会显得臃肿 就原价来说,699 加拿大的定价呢 是129.99 比国内贵 真的是不太行 我们来看一下 加拿大一级主线空军夹克的一个价格 这里要强调一下 加拿大的一个日潮的定价呢 是非常非常的贵的 这款呢,是665 在打6轴的时候卖完的 也就是2500不到一点 大家可以参考这 像这两件 Helmet Lan和茶油 打完折呢 也就是1000人民币左右 我觉得不如多加一些 买的稍微好一些 打完折 299 我感觉呢 也就是马马虎虎 买之前呢 大家可以在网上搜一下买加秀 个人觉得不如买一件 非联名的邀移库的空军夹克 最后呢 还要再说一个细节上的东西 胸口 这一条看着呢 是比较怪的 为什么 还是另一个原因 太软和太厚 由于说呢 它是一个这种质感的东西 这一条呢 一直有一种往外跑的感觉 在布拉拉链的情况下 它呢 肯定是会跑出去 就像这个样子 凡是它薄一点 或者说呢 它硬一点 都不会有这样的感觉 换个材质拼接一下 效果呢 会好很多 好一些 贵一些呢 是会用脊皮的 当然你是不可能希望 邀移库它会用脊皮的 它非要用和大声一样的材质 你说是不是 它的面料定的太多了 但是奇怪的点呢 拉链的头 它却没有用和大声一样的面料 如果说拉链头 用了这样一个面料呢 它的手感的一个握持呢 肯定会好像不少 该用的地方不用 不该用的地方呢 瞎用 真的是非常的神奇 接下来呢 是第二届 这个配色呢 是官网为2 XSSXXL都卖空的款式 最大最小码呢 本来就很少 卖空呢 是比较正常的 但是在加拿大 一个人可以成球的国家 最先卖空的码是S 这一点呢 就很神奇了 顺便提一句 我看了一下网站的库存 它和XL呢 还有很多 S最少 其次呢 就是M 由此可见 这次的联名呢 有多大 当然啦 1级它本身 就是这么大的 但是联名的面料 和它比较版型的搭配呢 并没有非常的理想 真的 使游戏库的面料滞销了 需要1级 帮它们消掉一点 它呢 到底是用掉了多少面料 我们继续来看 网友的差评 第二说呢 是太重了 我个人倒是觉得还行 重不重这个问题呢 是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的 有的兵呢 可以穿着一个 4.5公斤的外套 见不如飞 第二个呢 说的是啊 虽然这件非常的一级 但是它 气压大了 这个啊 确实符合很多人 对这款衣服的一个印象 这件衣服和空军夹克对比来说呢 槽点就会少一些 多伦多呢 S卖完了 我穿的是M的 M呢 就已经非常的大了 这种应该搭不了帽衫吧 如果你要搭帽衫 难道是把帽子塞在帽子里 这也太北美了吧 这件衣服的面料呢 选择也是有一些问题的 另外两个颜色 那个绿的啊 真的是食物太丑了太丑了 店里挂了一堆没有药 黑的 由于这件是绵的 所以说啊 真的是非常的稀灰 大家可以看一下店里的实拍 完全没有让人购买的欲望 所以说 这个颜色卖的最宽呢 也是有道理的 虽然这款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但也就是一个中规中矩的外套吧 我们呢 也来看一下定价 原价899 主线类似的款式也是绵的 还是低金融 价格呢 比阵线的空军夹克更加的便宜 510再打6折 也就是2000不到 所以899这个价格真的有竞争力吗 而国内 这件衣服的原版呢 也打折了 打完折也就1000出头一些 当然你们不要问哪里可以买到 我家呢 这个销售问了一下价格 当时呢 有点晚了 我真的呢 两点半了 所以说呢 我和他说考虑一下 第二天我考虑好了 准备下单了 发现被删了 简直莫名其妙 而且呢 我还把这个销售推给了W狗 也就是夏普 他呢 就是一个保安风的爱好者 他们卖的衣服呢 很符合他的一个风格 但是呢 这个销售啊 他就没有通过 我也不知道呢 他是怎么想的 当然我也肯定不会去挂他 变相广告 哼 我又不傻 我们回到这件衣服 这件衣服呢 加拿大定价是180 还是比国内贵 打完折呢 是499 加拿大呢 打完折是80 打完折之后的价格呢 倒是差不多 虽然便宜啊 但是值不值 也是一个见人间级的问题 不能说 他便宜就买 然后发现 不想穿 这才是真的浪费 最后一件呢 就是这个长款派克了 这个配色呢 也是三个颜色当中 卖的最好的 我看一下的呢 这件呢 是我最喜欢的 你就来看一下 加拿大网友的差评 第一个呢 是一个507 也就是1米7家的小姐姐 觉得太大了 X20呢 他试的是M码 我这件呢 就是M的 但是啊 这个小姐姐呢 最后入了XS 这位小姐姐呢 平时自己穿的呢 是尼玛XL 大家呢 也可以参考一下 这件衣服 对我来说呢 是相对比较满意的一件 首先 在我来看 这件衣服 在用料 版型方面呢 是没有什么 太明显的缺点的 但是相对来说呢 也是比较平庸的一个款式 没有什么特色 短款在背后呢 还有两个口袋呢 DL衣服本身呢 都有类似的款式 但是打完折呢 反而是比联名款 要来的贵的 这件对我来说呢 是有使用场景的 就是扔在车里 在突然降温的时候呢 或者说是晚上 比较冷的时候 可以套一下 随便扔一扔 也不会心痛 所以说 大家买衣服呢 不要单凭价格 你买的呢 要会穿 也要有一个具体的使用场景 再来决定是否要购买 而且也不能因为 如果有些人喜欢买 或者说是他只买游衣裤 就不能说游衣裤不好 好不好 得基于事实 而不是基于个个人的喜悟 这件衣服的问题呢 也非常的简单 就像第一个差评所说的一样 就是又长又大 我当时在店里 是这件衣服的时候呢 看到一个妹子 试了一下 完全就是小孩子 穿爸爸衣服的感觉 这件衣服 一个正线的价格呢 就比较贵了 这件衣服呢 还是有码的 继续按照额外六折来算 七百四 也就是四千五百 人民币不到一些 联名的定价呢 就是1299 加拿大的定价呢 是199 和国内差不多 打完之呢 分别是799和99.99 真的不容易啊 这次加拿大 总算便宜了一些 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 游泳库联名 它本质上呢 还是一个游泳库 所以说呢 它的上限 也就是游泳库的上限 也就是说 无论你花的是多少钱 你买的呢 只是一个 带着设计师 设计的游泳库而已 再加上现在市场上的选择呢 也是越来越多了 所以说呢 消费者也会越来越理性 所以说 像这次这种 相当一般的联名呢 买账的人啊 也真的是越来越少了 不股车 也没有人买 就算骨折了 我还是希望大家 可以理性消费 不要因为便宜就买 欢乐的时光呢 总是短暂的 如果说 你喜欢我的话 可以点赞和关注 我们下期见